大家好,我是蘭力哥,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是拍一個外賣apps的試食影片 然後這個品牌是來自丹麥根的 丹麥根這次我也是第一次拍他的影片 所以今天我是試食他的停價比較高的肉碎意大利麵 再包一個T-Lab 最近推出了一個訪問 待會我會在評論中分享給大家 只需要6塊錢就可以吃到18塊的外賣 所以大家開看影片 今天是祝我一次試食丹麥間的飛機餐 但是上次我也是有試食過的 他也是用一個金筒飛機 一定是我的評語也沒有那麼好 最近去丹麥根也有做過 所以我就再次給他一次機會 所以現在我試試開箱 嘩 賣相好像不錯 我看他的平衡 所以其實都是表現出一個嬉米餐的感覺 所以可以看到裡面 他有些番茄 然後還有些肉碎意粉 所以我試什麼以此呢 再試食 現在要送一下食材 還要拳一下食材 OK 下一個 現在用了意粉 在美味的營餃裏 是4.5色的 1分是5色 表面食是不差 好過我嘗試一口 看這個番茄仔用來煮一口 再補充 看這個番茄仔用不需要補充 我來嘗試一下 再補充 入淀酒的 奶茶 嗯 口味再補充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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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吃嘗 我也有評語過 關於肉碎意粉 表面來看 都是相當不錯 因為只需要6塊錢 可以拿到一杯茶 再加 那個 意粉 在外面 都可以吃到這個價錢 不過由於這個是 就是 你第一次開客人 有這樣的優惠 所以大家可以在下面的 Discretion 按個link去申請 然後再補充 你打一次 我覺得它是成物 就可以 扣12塊 所以 6塊錢 就可以買到剛才的東西 然後 如果你有介紹別人 你也可以 拿到40塊 每次可以用10塊 所以整體來說 都算不錯 這個app 因為你現在去拿 這樣的優惠價錢 來 補充 這些客人 至於優惠價錢 如果我回到原價18塊 去買剛才的東西 就 見仁見智了 那 所以 那個意粉 因為我同時間 都是 跟另外一個同事 一起訂購 我們吃下去 其實都是覺得有一點偏淡 因為這個口味偏重 已經不是我第一次去評解 打瓦餅了 所以 可能他們也要 要為了符合 大部分人 重口味要求 雖然他們 調味方面是比較重 但仍然是在接受範圍 所以 如果那些比較輕口味 你們愛吃吃的話 你們有一點心理準備 所以 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按LIKE 按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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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按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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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LIKE